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堅 好了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這一節回來會講講和房屋相關的話題 公屋輪候方面大家也很關注 尤其是等著上樓的朋友 其實大家都很關注究竟上樓的時間是怎樣 以及是否可以善用公屋的資源 我們連日來都有講 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反過來 房委會昨天公布 截至今年9月底一般的申請者 平均輪候5.6年到6月底的時候 升了0.3年 重回到去年9月底的水平 升幅是2018年3月底 按貴升0.4年以來是最大的 不過房屋方面上樓目標沒有改變 我們請這位嘉賓和我們討論 究竟現在供應情況是怎樣 輪候時間是怎樣 請來房屋事務委員會的副主席 梁文廣和阿絲賢 早安 文廣 早安 早安 看公屋輪候時間方面 反過來 其實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這次升了0.3年 由5.3至5.6 情況很大機會是因為 因為在上一段時間 房委會和房屋處採取了一些措施 第一是打擊濫用公屋 第二是因為之前有陸自居和居屋出售 有部分市區公屋居民賣了這些出售資助貨物 令到貨物處可以收回多些市區公屋單位 可以給予偏配 令到市區那條隊 即是我們叫做輪候市區公屋的輪候賊那條隊 終於都移動了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知道 理解 都市區公屋那條隊 其實那個隊頭 可能在排七八年都不期 因為市區是不是供應有限 是的 市區公屋的供應是少 其實過去跌的時候 原因是因為 基本上沒有怎樣派市區公屋 移動就是移動 之前可能是清潔和田和年 那些叫做新界公屋 所以新界公屋條隊動得快 亦都令到他 新界那條隊的平均輪候時間 其實現在大致都是低於平均輪候時間 所以大家理解了 數學上就是 你的平均輪候時間是短 那些加了進去的 你脫離開之後 你的平均時間就會縮短 但是當有新一批市區的輪候賊的朋友 終於上到樓了 他已經等了七年八年了 那麼七年八年加進去脫離開 那一定會令到那個平均輪候時間提升 那所以這一樣東西的數字提升 其實當然在某些市民上 看是否真的等公屋會久了 但是如果用另一個角度看 其實就是在排市區的這班市民 終於都熬了那麼多年 終於都上樓了 所以可能是另一個訊號 就是市區的終於動了 這條隊 那現在說這個綜合輪候時間 會在26、27年 很快而已 過幾年後就會回落到4.5年 這個目標 是不是真的做得到呢 之前定過的目標 都不是很容易達到的 其實因為綜合輪候時間 裡面的範圍 其實除了傳統公屋之外 還有簡約公屋 我們看回剛才你提到的那個時間 後面的簡約公屋 基本上已經是大部分都已經落成 可以給到輪候賊的市民申請 而今次的簡約公屋裡面 第一批其實都很大部分 是在市區的 就是之前我們說的啟特的簡約公屋 所以如果這一批公屋 如果可以預期落成 給到一些輪候時間比較長的市民 可以進去住的話 其實剛才提到的 可以令到市區那條隊 或者其實整體輪候賊那條隊 其實都可以將隊頭的壓力 可以消化了 所以如果你有萬幾個單位供應 加上其實未來兩年 也都還會陸續續有其他地方 包括主要是新界的 傳統公屋的供應的話 我相信是可以令到 整體的綜合輪候時間 是下跌的 但是當然除了綜合時間之外 我們說的最重要 都是傳統公屋的時間 所以你說傳統公屋的時間 是不是可以跌很多呢 我只能夠說它可以維持到橫行 但是中間可能有機會 有市區的傳統公屋 少許入伙了 可能接下來說的 觀塘或者深水埗 會有很少量的公屋入伙 也都可以令到市區條隊去動 但是市區條隊去動 又會有少許輕微向上 有少許坐過餐車的情況出現 但是整體應該都會橫行 直到可能是我們講的 長策後五年 整體的供應真的特別多了 才可以將整個數字可以壓下去 你自己看短期的數字 是不是都還有些波動 還有機會會上升呢 但是局方都說 或者儲方都說 其實上樓目標就沒有變 這個是不是都能夠達成的呢 如果我看整個長策 講十年計 這個整體目標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大家之前都知道 數字上其實是穩妥了 在供應火的供應上面 我們現在需要三十幾萬 找到四十幾萬個單位的地去做 這個整體十年期的方向 應該是能夠達成的 但是短期裡面的波動原因 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我們看前五年 即我們接下來五年的地 大部分都是傳統公屋都是新界 那麼少量在市區 那麼你令到市區那條隊 就會 隊頭那班一定會等得長些 甚至其實 在公屋輪候申請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一開始是不可以申請市區的公屋 但是去到排 他排了一段時間之後 又可以問他轉不轉去市區 那麼在資訊不透明 或者不充足的情況 其實大家都會想 人之常情 我轉去市區排 但是也會令到等得長的人 又去到一條供應小的隊裡面 那麼也都會令到市區那個 輪候的時間是會再增加 那麼後面一派到樓 他又會扯高那個平均輪候時間 那麼所以其實在我建議裡面 都希望可以 除了整體的綜合 整體的平均輪候時間公佈之外 可不可以能夠都將 市區、擴展市區、新界和離島 各自條隊的時間可以公佈出來 即是分開清晰一點給大家了解 沒錯 因為可能我排新界條隊 我已經排了三年多了 那一看到如果我可以轉市區 那麼我考慮轉不轉市區 可能他就純粹看地點 看機會 但如果讓他知道 原來新界條隊 正如剛才我一直說 其實他是短過平均輪候時間 即是說可能他很快會上樓 那麼我快點上樓 我未必會轉的 所以在取捨上面 希望提供多一個資訊 給輪候策的市民可以做一個取捨 進入的動作 申請的時候 亦都要填那一刻 已經要有一個決定 否則是有初陀歲月 另外也想問一下建築進度 都知道正是審理續期申請的精進建築 成建就是房委會的公營房屋項目 其實這方面會不會擔心 都會影響房委會建築的進度 其實在未來短期 可能一兩年裡面 其實都有幾千個單位 是由相關 剛才提到的成建商去負責 但都一定要說 現在這一刻來講 他仍然繼續進行中 正常運作中 所有起立的進度都正常進展中 所以其實我想重點就是 究竟在不同的部門 在處理成建商的續牌申請的時候 能不能夠不同的部門和部門之間 以及局和局之間 特別是發展局和負責局之間 可以提早一些協調 因為一定不會說 我今天定了他 真的做不到牌了 我立刻才公佈另一個部門 今天才不會是這樣 所以就是之前的其他成建商 跟他剛才提到的 一些展會成建商出問題的時候 其實當時不同的部門和局出來都應有回應 其實針對未來的供應 供應上如果由其他正在審議 續牌中的成建商處理的話 都會真的在部門之間 會早些協調 可能遇到一些輸屍買職 知道他是有機會 要被續牌申請被拒絕的話 就早些啟動一些應變的情況 包括提早穩定接手的成建商 或者是否直接要由房屋處 要指派其他成建商去處理 我想如果可以提早這個溝通的過程 提早做到 早些通知到防委會 有些問題出現 只要提早做 其實影響就會減到最少的 會出現好像現在這幾天 有些私人的樓盤 因為還是一鍋抱 還未找到正式的成建商 可能會有些延遲 但在政府的層面 我覺得這六千多個單位 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提早要準備定的 所有的幾手準備 一定要做好 那你自己看回房委會方面 有沒有兩手準備 他們跟我們說 就會做兩手準備 一定會監察著 但在現在這一刻 我們最重要 因為所有事情都仍然進行中 所以最重要是現在這一刻 不要再出現大型的 嚴重的公義意外 影響進度 也要確保相關的成建商是不會 因為可能 是否有機會要被釘牌 然後所有事情都放軟手腳去處理 所以就在現在這一刻來講 防委會和防署已經有專隊 是進了這些相關的地盤裏面 其實叫做監察著 或者巡察著 那個地盤的工程進度 那在現在這一刻 所有事情都因為有部門 防署 其實就是牛睹眼地看緊它 即是暫時運作如常 是的 運作如常看緊了 但是 去到後面 一直去到 有機會要做一些應變措施的時候 以我所理解 其實他們不同部門之間 現在是很密切的聯繫 一定會做相關的應變 那最好不同的部門 就是多加應變 還有大家可以做一些互相交流 最好 今天跟梁文講 聊到這裡先 謝謝你